早晚来到秋天,香港都进入了忽难忽二的阶段 现在正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期 对一些长者来说是危机四伏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神经外科专科医生 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中风话题 有请黄炳康医生 天气开始冰了,很多人都留意到天气冰的时候 特别的长者有不同的身体状况 我们今天不如讲讲关于中风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中风突而其来 万一出现的话可能很大影响 首先我想问一下中风现在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中风在香港是越来越多人幻想这个问题 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口老化 其实中风其中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就是跟年纪有关 年纪越大,风险的确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中风亦有年轻化的趋势 所以除了人口老化令中风的人口多了之外 过去的十几年,其实年轻中风的患者是多了超过三成 听说男性比女性更加容易中风 这个是不是真的? 真的,统计上是的 不过我想说男和女都有中风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男还是女 都要很小心地注意如何预防不要出现中风的问题 根据世卫统计 就是每四个人有一个一生里面有机会遇到中风 每四个人里面一世人里面就是一个 所以开台麻将的话 其中一个人有一年一世里面有机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要特别小心 听说中风都分很多种 想问下哪种中风会比较常见呢? 我们说中风呢? 其实就是说脑里面的脑细胞 没有出血液循环 跟着坏死,导致功能残障 最统统的分法就是分 到底是缺血性中风 即是叫失血管 还是爆血管 即是叫出血性中风 在两种来计 其实失血管 缺血性中风是比较多些的 我们平均统计 大概七成多接近八成的中风个案 是血管闭失而导致的 缺血性中风而导致的 真的爆血管 脑出血可能是两成多些 听说脑中风都非常突发性 那有没有什么迹象 是需要我们提前注意的呢? 其实脑中风真的很突发性 我们医生每一次都会问诊问病人 到底这个病征是否突如其来出现 很多时候我们一见到突如其来出现的病征 就会担心是否一些血管问题 即是中风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等到有病征出现 才要留心关于中风的问题 而是要平时如何预防 不过中风有一个先兆 那个叫小中风 我们所谓的小中风 就不是说病征很轻微的意思 而是病征很短暂 就是可能患者突然之间本身没力 突然之间一只眼睛看不到东西 突然之间很暈,说不到东西 这些病征可能维持几分钟 几个指 接着没事 走得走得 但这是一个警号来的 因为这些患者在短期内再出现一些新的病征 甚至是一些严重中风的病征的基率 就非常高 所以通常我都要提醒大家 万一出现了这些病征 虽然可能很快没有了 但千万不要当没事 尽快求医 医生会帮你问清楚病征 像不像一个小中风的问题 它有什么风险因素 管理好它 去降低短期内中风的机会 大家都要记得留意这个小中风的警信 如果身边有亲友真的不幸中风 或者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通常会提醒大家有个口诀 叫谭笑用兵 谭笑用兵是一些严重中风的病征 谭就是说话不流利 笑就是笑的时候歪了面 用就是半边伸 半边手脚 动不了用不了 这些病征要尽快颁救兵 其实谭笑用兵的口诀 除了提醒大家这些中风的病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 要尽快颁救兵 因为我们说中风 其实治疗是可不容悔的 一般来说 缺血性中风 就是绝大部分中风的个案 是希望尽快去到医院之后 医生会评估他的病情 做一个电脑素描 电脑素描就帮助医生去分 到底他是缺血性中风 还是缺血性中风 如果确定了是缺血性中风的个案 其实尽快要打一些药物 我们叫熔山的药物 就是将血液里面 血管里面积聚的血块 溶解的药物 打下去希望通过血管 这个治疗是相当有效 去改善患者的后续 不过治疗的窗口 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半小时 又有病症去计 其实你计一计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患者有病症 不舒服 还在家等下 睡一觉看看会不会好些 或者试一下某些药 某些股方 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一等 那两个小时之后都还没好 再叫霸车去到医院 做得掃描来 过了一小时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样 所以得不到一个适折的治疗 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把握每分每秒 尽快去到医院 可能很快打针藥 改善病情 我们现在治疗中风 失血管的个案 除了打针藥之外 还可以透过一些微創 導管手术通过血管 一些主要比较严重的中风 大血管闭失的话 可能就要透过这些手术 去帮手通过血管 但也是那句 时间是最重要的 大家记得要持有黄金的治疗期 没错 那不同程度的中风 会不会有不同的后遗症 当然 每个人 叫中风每个患者 他的病征 他的严重程度 可能都会有不同 相对来说 就是说 他受影响的脑细胞 到底牵绍的范围有多大 而且很重要的是 那一部分的脑细胞 是负责什么功能 刚才这么说 中风严重的病征 可能有些人是说不到话 可能有些人是半边身无力 或者有些人甚至乎是 手脚协调有问题 平衡有问题 等等 牵涉的就是说 不同的脑部细胞 不同的功能受影响 所以不是说 中风病个个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患者的严重程度 功能都不同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要着眼于个别患者 本身他受到什么功能性的影响 第一要预防任何的平发症 例如一个中风患者 如果他是手脚无力的 我们要很特别留意 不要跌倒 跌倒是很大件事 如果他是吞烟有困难 原来他吞烟可能 觉得他说话又有声沙 吞烟是受到的 我们要留心他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肺炎的情况 因为吃饭的时候会落错格 甚至乎一些患者 可能说话有问题的 我们要留心他 会不会表达有问题的事 他会有时候表达有困难 导致他有一些情绪的障碍等等的问题 这些都是要预防一些中风而带来的平发症 中风也很容易复发的 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我们疑似中风呢 办法归根究竟 就是要找出他所有的风险因素 很常见的 食烟 一定要戒烟 食烟的人再中风的几率真的高很多 三高 就是高血压 高胆固醇 血糖过高 就是糖尿病 这些都是会影响老部血管的病症 一定要透过 适当的生活习惯改善 药物等等 控制好三高的问题 有一些风险 可能大家少听一点 例如心脏的问题 我们接近三成中风 原来是因为心脏有问题 导致中风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帮患者 进行心脏的超声波 看看有没有心律不正等等 去对证下药 预防他再有中风的问题 刚才说这些 预防二次中风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很小心 找出这些风险因素 但是其实 在我们健康正常的人 都要留意这些风险因素 因为这些正正就是导致中风 最大的风险 所以如果未中风之前 可以预防好 看看自己有没有三高 自己有没有心律不正 戒烟 做足这些功夫的话 亦都可以预防自己出现 一个中风的问题 刚刚Dr.Wan都提过 现在中风都往年轻化去发展 想问Dr.Wan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我们叫做年轻中风的患者 他们可能有一些风险因素 是自己没有察觉 或者他们都忽略了 原来年轻都有机会中风 例如很年轻就已经 蛋护唇过高 这和饮食习惯可能有关系 亦都可能和遗传有关系 我见过有患者二十多岁 他的血压已经上到160、170 因为平时小运动 肥本 这些都会有影响 有些患者甚至乎中风 是因为一些先天性的原因 或者一些脑血管的病变 这些可能年轻都会影响到患者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出现脑出血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提醒 如果有些家族病历史 或者他自己平时的生活 可能有烟酒比较多 小运动 都要留意衣服高 这些问题比较多一些 可能预早做一些检查 控制好风险因素 的确很多二十多岁 我们都有 真的二十多岁就已经中风 刚刚多多提到高风险的人群 以及已经不幸患过中风的患者 有没有一些饮食上或者生活上的建议给他们 很多时候提醒患者都是说 所有这些预防血管的问题 除了靠食物药之外 就是靠生活习惯去着手 我们需要的就是 在饮食上留意 留意自己会不会吸收太多的腊质 即是盐份过高 很多人不在意的 隔夜宋有时候有很多盐 在里面没有理会 出街吃饭 这碟炒饭里面有很多盐 这些会直接影响高血压的问题 胆固醇过高 很多人喜欢吃一些肥腻的东西 很多人不在意 原来背壳里的海餐很多 胆固醇都是偏高的 要特别留心 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很喜欢喝甜的饮品 又要特别留意 血糖的控制 这些都是跟日常生活很有关系 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解烟 以及做运动 我们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 适量的运动是有帮助预防 减低中风的机会 这个是由年轻开始做起的 所以很建议年轻人开始 每个礼拜行常有一些大氧运动 每个礼拜两至三次 每次30分钟左右 明明会有汗出的大氧运动 其实已经很有效地 可以降低很多脑血管的疾病 中风心脏病 这些都可以降低的 我听说坊间有很多民间的小方法 是可以帮我们检测到血管健康的 这个是真的吗 其实要检测血管健康 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般我们叫坊间 你听人说 看他的手动动好不好 指别人的鼻子 自己鼻子指得准不准 站不站得稳定 这些其实已经不是 纯粹在测试血管健康 而是测试脑部 控制手脚的协调 力度等等问题 未中风的话 应该就没有这些病症 但如果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可能是已经出现了一些中风的问题 或者其他脑部的疾病 所以呢 我通常就跟大家说 自己做检查 可以的 看看自己的身体检查得好不好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病症 已经出现了 但是要预防 或者看血管的健康 最适合的 都是找回家庭医生 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 会影响血管的风险因素 以及看看自己会不会 是需要做一些更加深入的检查 去看看血管的健康情况 今天很多谢Dr.Wong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下集我们会从物理治疗的角度 和大家分享 如何应对中风 记得留意 今集的《医式医式》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小鲜仔 我们下集再见 小鲜仔 小鲜仔